三个方法预防脑梗二次复发 如果想要脑梗不再发作 这条视频呢建议你一定多看几遍 先点赞收藏起来 我总结了三个防止脑梗复发的小妙招 今天分享给大家 第一呢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 很多脑梗的患者啊 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 导致你喝进来的水也好吃进的米粒 进食的时候发生了腔壳 就容易造成吸入性的肺炎 第二呢说话要慢一点 脑血管的患者啊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脾气特别大 暴躁肝火旺 肝阳上抗怒法冲冠 很容易诱发脑梗的复发 所以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 第三呢早晨起床的时候 一定要慢慢的起来 不能很快的蹦就坐起来 在床上呢先躺一会儿 慢慢的睁开眼 然后慢慢的起身 慢慢的起床下地 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心脑供血充足 才能避免引起意外 除此之外呀 我在另一个视频里边 已经告诉你的一个绝妙的方法 防治脑血管病的发生 大家呢去寻找一下 除此之外呢 都会告诉他们防治脑血管意外的方法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来找我过来拿 脑梗 别担心三个月就能缓解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脑梗患者呢 千万别划走啊 今天呢 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 你可以点个免费的小红心 多看两遍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 可以告诉我 希望呢 能给你带来帮助 三个月前呢 有一位粉丝脑梗 通过平台来找到我 说他呢 左侧的手脚麻木不灵活 走路也费劲 说话有点不利索 无意中呢 刷到我的科普视频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找到我 希望呢 能帮助到他 我通过和他视频以后呢 查看了他的舌脂舌胎 了解了他的病症 结合他发过来的这些检查报告 并且呢 开了一个适宜的中药方和运动处方 并且他也保证 一定要健康的饮食 规律的作息 吃了一个月药以后呢 他的手脚麻木的情况 就有了明显的好转 中间呢 也给他调整了几次方子 三个月以后啊 他走路就顺畅多了 腿脚也有力了 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好多了 我呢 打心眼里为他高兴 作为一个医生啊 我们不但要解决 眼前他的病症和病痛 还要用心去感受患者的全部的信息 以正确的解决他的根本问题所在 去指导他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愿我多一分的付出 能帮你多十分期望 三种水果轮流吃 血管干净又顺畅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我们都知道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 新陈代谢呢 会慢慢的下降 血管里边的垃圾也就慢慢的堆积起来了 导致了我们的血管堵塞 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的疾病 今天呢 就给大家介绍三种水果 经常换着吃 可以帮助你清除血管的垃圾 希望大家呢 点赞收藏起来 接着听我往下说 防止你滑走就找不到了 第一呢 就是香蕉 它可以有效的去平稳血压 减少血管堵塞的风险 同时呢 香蕉又有通便的作用 帮助你减缓心脑血管的压力 第二呢 就是心物室 它含有泪红铜 可以保护血管的弹性 有软化血管的作用 同时还能减肥啊 第三是苹果 它附有丰富的维生素C 这些矿物质 但是苹果要注意啊 我一再强调 苹果要早晨吃更好一点 俗话说早晨金苹果 中午饮苹果 晚上就烂苹果了 另外呢 这几种水果里呢 所富含的维生素里边的钾呀 也可以有效的保护住我们血管 抑制低密度脂蛋白的树脂 降低中风的风险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赶紧告诉你的家人 一起准备起来吧 不花钱 每天用三分钟的时间 就能全面改善你的心肌缺血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杨康之后呢 有一部分人患上了心肌缺血 这个事情啊 一度引起大众的恐慌 会不会都对心肌有所损害呢 最近也收到很多的粉丝朋友 发来的消息问如何来保护心脏 改善心肌缺血的问题 我记得之前呢 教大家一个 腋下的极全血能改善心肌供血 今天再教大家一招 同样也是不花钱 但是你要费点力气 每天用上几分钟的时间 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心肌缺血的问题 赶紧点赞收藏起来 这个血位是什么呢 就是心肌上的少海血 少海血的位置在哪啊 你自己找的时候 把你胳膊举起来 走横纹的端点处就是 找到了这个血位以后啊 每天坚持揉三到五分钟 两侧都要揉 但是以左侧为主 左侧离着心脏近呢 这样每天坚持的话 就可以有效的去改善 心肌供血的问题 单身加上他心脑血管的病症 他都能解决 单身呢 活血化瘀的功效 心脏不好的朋友都知道了 那什么情况下 用上单身最合适 在我其他的视频里已经说过 今天呢 就给大家来揭秘一下 单身搭配上哪位药 对心脑血管都具有好处 他能快速的清理血管 排出心脏的瘀毒 大家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防止啊 以后你想看的时候找不到了 单身的黄金搭档是谁呢 就是天麻 单身和天麻的合用 它具有着去风通落 行气活血止痛的作用 它可以清理心脑血管中 多余的血淤毒素 对于改善 体脂有很大的好处 天麻和单身的搭配呢 可以有效的改善 偏头疼啊 脑供血不足啊 出现的悬晕 心慌 胸闷气短 心前驱的疼痛等等症状 不过呢 我要提醒各位啊 这两位药 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治疗心脑血管的疾病啊 最好还要配偶上 合适的中药处方 这样才能全面的调整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效果才更好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问题 可以把具体的情况发给我 有空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辩证分析 舌下青筋又粗又黑 教你一招打通脉络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每个人的舌下面 都有两根青筋 有的人的颜色呢 就会浅一些 看不太明显 恭喜你 正常的 但有的人颜色就会深 而且呢 看上去很粗很大 大家呢 可以对照着镜子 自己去看一看 如果舌下的青筋又黑又粗 说明就是血瘀了 必须要用活血化瘀的药 把它去掉 经过一段的时间治疗 你再去对着镜子看 你这个变细了 变浅了 这就是好的一个预兆 用药用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最能够化瘀的两个 一个是单身 一个是红瓜 你是为什么瘀的呢 以下两个情况会造成瘀的可能 第一呢 就是气质血瘀 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你经常的叹气 情绪比较抑郁 还同时出现心烦 嗓子里边甚至有异物感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考虑除了要化瘀以外啊 一定要梳理气机梳理肝气 像消耀丸 再严重一点呢 用柴骨梳干丸来帮助你梳理肝气 同时再活血化瘀 第二个原因造成的血瘀 那就是气虚型的血瘀 如果你的身体元气大伤 中气不足 气虚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推动血液的正常运行 血液就容易瘀堵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 乏力困倦 悬晕 甚至半咬耳鸣这些症状 那怎么治疗这个气虚造成的血瘀呢 就要考虑补气了 一般像补中益气啊 加减 甚至包括用一些西洋参红参 来把气给补上 帮助我们化这个瘀制 同时加一些活血化瘀的药 如果你拿不准自己是属于哪种情况 可以把你具体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药补不如食补 日常多吃这仨好物 心脏补血速度快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 对心肌缺血有益的三个好物 第一呢就是苹果 苹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甲离子 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胆部醇含量 防止心肌缺血和动脉硬化 一定记着啊 早上吃 早上金苹果 中午银苹果 晚上就是烂苹果了 第二呢就是山楂 山楂能够扩张血管 调节血脂 减少体内胆固醇的含量 对于预防和缓解心肌缺血 有很好的功效 除此之外呢 山楂还有良好的助消化的功能 第三核桃 核桃当中含有丰富的营养 能够防止动脉硬化 所引起来的心肌缺血 而且它还有很好的补心 健脑的作用 还记得分心目吗 它可是核桃中的精华 尤其对心脑血管的病症 再好不过了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在我上一个视频里 去查找 心肌缺血的患者 在日常的饮食上 要注意清淡饮食 一定不要吃过甜 过咸 过酸 过辣 这些食物 更不能吃饱了 吃撑的话 吃得太饱 对心脏就有压力 一定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 也一定要保证营养 食一些瘦肉 蛋白质这样的食物 少吃高油脂 高热量的食物 每天呢一定要多喝水 只有多喝水了 才能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减少心肌缺血的发生机率 霍香正气水可以治疗 以下三大症状 你知道吗 霍香正气的水 你要喝就喝那种带酒精的水 这是药效最好的 霍香正气本身它有两大作用 一都是去风寒 解表症 治疗的是你夏天的时候 感受了风寒 引起来的发烧啊 不舒服啊 头晕啊 第二大问题 霍香正气解决的就是我们肠道问题 因为有湿血 我们刚才说了夏季的感冒 特点就是中了湿血以后 引起的外感病症 所以霍香正气解决的是这两大问题 除了以上我说这两大问题以外啊 可能你还不知道的霍香正气 具有三大好处 第一 它能安神助眠 因为你是去了除了湿气以后 头脑就清醒了 里边含有的蠢皮啊 白纸啊 符令都是去湿的 把湿气去除了 神安得以神定心安 睡眠就踏实了 所以它治疗的是这种 湿着蒙蔽了清窍 而引起来的整天的昏昏蒙蒙的 神不得安的病症 它有促进睡眠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啊 霍香正气可以治脚气 这可是外用的时候 你放在洗脚的水里边 它能够缓解搔痒 有很好的杀菌作用 第三呢 也是在夏天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肺子 尤其是小儿的肺子 你放在小儿的洗澡水之中 去清洗 可以去除肺子 你记住了吗 血管堵塞送你一味药 是天然的强心针 父子用于心脏病 最明显的一个标记 心率的快慢 决定用不用父子 你告诉我心率快用 还是心率慢的时候 用父子 心率慢 错了 正相反 心率慢的人 一定不要用父子 父子中毒的反应 就是让你的心率 变得越来越慢 搭成一条直线 所以记好了 父子什么时候用 心率快的时候 才用父子 我曾经用过 心率到130 然后心慌除颤的 这个前心用的 然后用上父子 用上身腹 共同凹成康 然后解决急症的心率 一下就下来 把他心率平稳下来 不再乱跳 这是父子他的作用 所以记下来心动慢 说心率才跳60下 千万不要用父子 血管堵塞送你一味药 是天然的强心针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我们常说人与血管呢 是同寿命 血管的健康状况 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生命质量 那今天就接诊了一位患者 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 长得眉头比较皱着 真的很年轻 但是经过了一个 坎坷的一个经历以后呢 这血管已经出现了 十几处的狭窄 才35 堵塞非常严重 患者会明显的觉得 体力下降 怕冷 经常会心口发闷 发紧 发堵 特别是睡眠的时候 嘴唇和舌都表现出 颜色是暗红的 舌苔呢 是薄白 由此判断出 它就是一个气血不足 而且有阳虚 淤血阻落导致的病症 所以在它的方里边呢 就加了一个重要的 副子 副子呢 是我们纯天然的强心针呢 它能够有四个字啊 回阳救溺的作用 所有的药物里边 只有副子 具有回阳救溺的作用 这药我一般不用 为什么 因为它有毒 而且它的药效呢 特别的强 我一般不用不是吗 用上就不一般 如果配武得当的话 一剂猛药下去 阳气就迅速的补上来 救命啊 像肺炎性的心脏病 风湿性的心脏病 激发的像心力衰竭 肢体的浮肿 心慌心剂 都有很好的疗效 副子的优点啊 在于它强心的同时 增加了心肌的收缩力 也就是把这个泵 给它迅速的 加强了它的功能 这么好作用的一个药 我必须强调一点 副子用于心脏病 最明显的一个标记 心率的快慢 决定用不用副子 山楂加一宝 降压降脂不得了 很多高血脂的朋友 到处去徐医问药 高血脂症啊 是病也不是病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病是因为它饮食 不注意是吃出来的 不是病呢 是因为只要你控制了饮食 高血脂的情况 就会得到控制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 一个小方法 来你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仔细的听我往下讲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雨昊教授 下面呢 分享给大家的这个小方法 又简单又有效 用山楂和菊花 这两个常用的 泡水喝待茶饮之品 山楂呢 具有着健脾消食 降血脂 行气散淤的作用 而菊花呢 清干明目 降压的作用 如果你在配合上 合适的汤药的话 来调理 对你血压血脂 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效果 如果你的血脂也高 比较严重的话 那我建议你呢 还可以再加一些像 脚骨栏 这样可以 对你的血脂进行调节 同时还可以有提高免疫力 补气的作用 当然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是不一样的 具体呢 还要根据你个人的情况 来辩证 像高血压 高血脂症的问题 你只要找对了医生 用对了方法 配合得当 就不用过分的去担心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还有什么 想要了解的 都可以把你的情况 发给我 常喝三种水 心脏保平安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给大家介绍 三种水的喝法 平时呢 我们经常的喝 就可以减少 关心病的发作频率 心脏不好的朋友 一定要点赞 收藏好 这第一呢 就是空茶 可以强化我们心脏的波动 加快血律循环 促进新陈代谢 促进我们身体 发汗和利尿的作用 这样呢 就可以缓解疲劳 红茶中呢 含有丰富的 类黄酮和甲元素 明显的可以有 抗氧化的作用 能够防治 关心病和心衰 红茶是暖胃的 可以提升 我们的阳气功能 所以我们提倡 去喝红茶 但是啊 记住 不要喝咽茶 第二呢 就是玫瑰花的茶 玫瑰花茶 具有着疏干解瘀的作用 气质能得到缓解 它间接的就起到了 一个化瘀的作用 气形通畅了 瘀制也就化开了 可以预防 动脉的周样硬化的发生 第三呢 就是虫草花茶 它可以滋养我们的心脏 降血压 除此之外呢 它简直是一个宝贝啊 它具有补肾啊 护肝啊 抗氧化 防衰老 现代药理研究 对它有抗炎 抗菌 镇静 提高我们身体免疫力的 这些功效 就虫草花这个茶 我希望它是煮水 并不及泡水 而我们的虫草花 它和东虫下草 没有关系 它是一种菌丝 就是很容易能够买到 所以这个 它的药用作用又好 提高免疫力 你都记住了吗 转发 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看到 心脏不好的人 起床的时候 有四大表现 中老年朋友 一定要重视了 以下四种情况 大家赶紧对照看一下 如果你一个都没中招 那恭喜你 你的心脏还好 第一 坐立不安 心神不宁 醒来以后啊 坐着也不是 躺着也不是 特别的烦躁 非常喜欢安静 第二呢 耳鸣 如果出现耳鸣啊 不要以为 只是耳朵出问题了 很有可能是 你心脏不好 给你的身体 发出来的一个信号 第三呢 是胸闷气短 同时呢 还会伴有明显的 心前驱疼痛 憋闷感 呼吸困难 第四呢 咳嗽 咳嗽不一定是 肺部疾病引起来的啊 很可能是心脏 向你在求救 如果你也有上述 这些症状的话 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及时就医 同时呢 你也可以把你的症状 整理好了 发给我 我是赵丽浩教授 有着四十多年的 临床经验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我会尽可能 去为你提供帮助 希望呢 大家记住这些 去帮我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受益 恭喜你 血管狭窄 不用担心了 治疗有新方法 血管狭窄的朋友呢 看完这条视频 肯定会有所收获的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丽浩教授 从现在开始呢 你身边就多了一个 医生朋友 如果你也有血管狭窄 头晕 头痛 记忆力减退 心悸 心慌 胸闷 心脚痛 气短 四肢乏力 下肢发凉 疼痛 麻木 这些症状 就别在四处 去到处打听 我会从日常的饮食忌口 生活习惯 运动方式 到心血管疾病的防治 给你提供一个帮助和建议 希望能够帮助到 正在看视频的你 你可以给我点小呼吸 大胆的去点我的头像进来 把你的问题发给我 我来给你解答 可以采摘到的鱼心草 如果你弹多 可以有清肺化弹的作用 可以采摘到的 比如说 再过些日子 麻木菜出来了 也叫马齿线 又叫长命草 包包子吃饺子 对身体都特别的好 像野菜里边的季菜 包括着我们入血分的 止血的 像大季小季 对保护心血管 都有很好的作用 用它的根 新鲜的 适量的吃一点 不要说 这东西好就吃了 天天吃很多 吃多了的话 会伤胃的 也不要吃多了 这个槐树花 葛花 这些都是在春季的时候 你可以用来做食材的 很好的药食同源制品 槐树花可以有降压的作用 可以有痛便 治疾伤的作用 所以槐树花包的这些饺子 不挺好的 晚年你不想有病 记住下面这几点 睡得早一点 动作慢一点 饭量减一点 吃得杂一点 晚餐少吃一点 水呢 我们一定要多喝一点 盐要少放一点 运动多做一点 心放宽一点 明利看淡一点 闲事少管一点 微笑多一点 这样呢 咱们中老年人 才能活得更潇洒一点 核桃加一物 改善心机失眠 省钱又好用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长期失眠的朋友啊 都看过来 看完这条视频 肯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今天呢 教大家一个在家 就能够调理失眠的方法 大家先点亮小红心 接着听我往下说 这个方法呢 就是核桃加上黑芝麻 核桃呢 味干性温 是一个很好的滋补的药食同源 能够改善我们 像神经衰弱啊 健忘啊 失眠多梦啊 这些症状 记得啊 吃核桃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核桃中间的 那个分心目给忘记了 尤其对睡眠的改善有好处 第二个呢就是黑芝麻香啊 黑芝麻味干性平适 安神的佳品 对于肝肾虚损 血虚 精血不足 引起来的失眠 健忘 头晕这些症状 特别适合 这两个东西搭一起 特别适合 心悸失眠的人群 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 如果你也有心悸失眠的困扰 可以点我的头像 把你的具体情况跟我说一说 我来帮你辩证 心脏不好的人 多吃下面这两种红色的食物 少做三件事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教授 俗话说的好啊 养生必先养心 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呢 一定要多注意心脏的养护 中医认为红色入心 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 帮助我们补血养心 促进血循环 保护血管的健康 第一个呢 就是红薯 大家知道啊 红薯里边其实有红色的 有白色的 我最爱吃的就是那白色的 栗子面的那干松松的 但是红色的薯啊 它可以更好入心 也调节我们的肠胃 对维持血压和心脏的功能 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出现 是非常好的 第二种呢 就是花生衣 又称是花生皮 那是红色的 又称为肠果衣 作为中药呢 它具有着补充营养 有补血的作用 它可以排除体内的毒素和垃圾 降低导存的沉积 所以记住了 下次再吃花生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那个花生皮 再扔掉了 虽然是日常生活里的 两个普通食品 但是它为我们的身体健康 保驾护航 那我们日常生活里 要少做哪三件事情呢 第一就是避免过劳 过于劳累对心脑血管都不好 第二少悲伤 心情愉快 第三一定要少熬夜 不熬夜才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 你记住了吗 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受益 快速降血压 中医教你两位 人人都能吃得起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两位中药 帮助你把血压平稳的降下来 在详细讲解之前呢 大家可以先动动手 点赞收藏 以免视频丢失了 之前接诊的一位患者啊 头晕头痛手脚冰凉 这是大多数 由血压问题出现的症状 以至于肝阴不足 肝阳上抗 这样就上犯到轻窍 所以出现上部的头晕头痛 而且肝火扰心 睡眠也不好了 舌红胎黄 这是肝阳上抗 火旺的这种表现 这些呢 都是导致出现突发性的高血压的原因 不过有一点好的地方就是 他这时候是第一次刚刚犯高血压病 这种情况不需要去长期的服用降压药 除了服用中药的处方以外呢 日常用两味中药来煮水调理 这两味中药就是沟藤和绝明子 沟藤呢 倾降心煲之火的作用 而西风定睛 对肝阳上抗肝火上炎的高血压 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绝明子偏凉 它具有着清肝通便的作用 两味药合起来用 可以平肝浅阳 清肝泄火非常明显 其实通过中医的手段 也是可以快速降压的 甚至可以避免长期的服用药 治疗高血压有一个黄金期 就是这种不严重的前期高血压 通过简单的一些中医的疗法 就可以改善 平复你的血压升高的问题 如果你发现自己血压也偏高了 千万不要拖着 及时的找到医生治疗 是对你最大的帮助 如果你也有血压的问题 心里又没底你都可以告诉我 我会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辩证分析 我再强调一遍啊 血管斑块是可以控制的 很多人认为呢 血管里有了斑块就会越长越大 但是今天呀 我再强调一遍 这个斑块是可防可控的 今天的一个患者呢 还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这个斑块能够没了吗 中医治疗这个斑块是有一个化的概念 你真没有必要过于担心 不想让斑块生长的变大 不想让斑块给你带来困扰 一定要看完这条视频啊 肯定会让你有所收获 大家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我接着往下说啊 你比如说这个斑块长在这儿了 那我们这个中医道理是什么的 给它补气补血 对吧 这个气一补进来呢 气是特细微的物质 斑块这么大 气这么细 它就钻到这个斑块里边和它兼容了 气的力量一强的 慢慢的这斑块 它就融化了 这叫化啊 无形之中慢慢的变化变化 它就变没了 这就是中医治疗斑块的原理 利用上不气的活血 更强化了这个斑块 变没的这个过程 那一定要记住嘴 原来吃的那些你不能再吃了 吃清淡的 吃酱脂的 这些药食同源帮助你这个斑块 可不能该吃吃该喝喝 但是要一定保证充足的睡眠 良好的心态 合理的运动 遵这些医嘱 你就可以更好的让斑块 快速的变美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临床工作40余年 帮助了很多的血管斑块 血管狭窄 心梗脑梗 关心病 高血压 高血脂的患者朋友 摆脱了疾病的困扰 今天呢 为了帮助更多的患者朋友 我提出一段心脑血管疾病的帮助计划 想要参加的朋友可以给我发出 我要帮助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把低压高降下来 摆脱高血压的困扰 其实并不难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高血压反反复复 不稳定 现在呢 也不用到处去问了 你的苦日子就要熬到头了 不管你是三年或者五年 还是十年的高血压 更不要担心了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也有高血压的困扰 不管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 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数字一 让我看到 我会抽时间给你做指导 抑制斑块有新的方法了 想要疏通血管 其实呢 很简单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你知道这个最快的健康的疏通血管的方法 是什么吗 很多人呢 都已经偷偷的用起来了 接下来我就把这个 既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告诉你 之前呢 有一个患者是通过这种方法 症状呢 改善了很多 在查出血管堵塞以后啊 我们可以用下面两个药 一个呢是普黄 一个是五菱子 这两个药进行治疗 改善堵了以后疼痛的症状 效果是非常好的 不管你血管堵塞的是五年 还是十年 都可以用这两位药 进行活血化淤止疼这样的作用 血路同时呢 淤血通了 就畅通了血脉 心肌的供血就充足了 他经常的用于治疗 关心病和高血脂 这样的血管堵塞 在从事临床工作40一年的时间里啊 实在是不忍心看到大家去盲目的求医问药 绕了许多的弯路 还花了不少的冤枉钱 所以在这里呢 持续的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和一些真实实用有效的健康知识 不过在这里 我没有把剂量给大家明确的写出来 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和症状和接受药物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中医呢是讲辩证论治 不能够照搬这些剂量 在评论区里面会抱怨说 哎呀为什么不写课数呢 实在是写了课数以后会怕误导大家用错了 你呢可以把你具体的情况发给我 我给你做具体的分析解答 核桃配遗物加快了脑梗的恢复 大家好我是赵伟浩教授 今天呢教大家一个可以改善脑梗后偏瘫失语的方法 既简单又有效 学会了呢可以自己在家做 做法就是啊 用核桃仁去配上陈醋 核桃仁呢有抗衰老 健脑抑制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而陈醋可以软化血管 降血压调血脂 减少血清中弹固醇的含量 在家里啊准备好适量的核桃仁 小伙呢把它炒上三分钟 放凉了以后倒入到罐里边 加入陈醋浸泡七天就可以了 中医说呢脑梗的本质就是你经络不通 经络不通呢气血也流通不畅 想要康复就先要抓住病根 而核桃仁和这个醋啊 不仅可以软化血管 还能够改善血液的循环 滋养脑落 有着不错的效果 如果呢你也有脑梗后遗症的困扰 可以试一试中医的这个调理方法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 要想全面深入的解决你的问题 也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发给我 我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进行辩证 给出最适合你的更全面的方案